我們在法庭上第一次見面就是 罵他畜生連渣 法院很可笑 他就是要找一個團體 就是可以讓他有漢節可教化的理由 台灣社會現在都在保護壞人 好人要自求多福 那他會覺得自己有點不甘心 或是什麼意思 那一定相當不甘心 因為他給他同學 偷夢罵這個連渣出生 有一次突然回來在我床邊 就說他很冷 叫我們去收一些醫護給他 如果說養人還在的話 你會最想跟他說什麼 真的對不起沒有好好保護他 在我背後這一塊 鐵皮圍起來空地 是屬於華山大草原的一部分 但是你知道嗎 在2018年5月31號 這也曾經發生過一起害人 TUN的分屍命案 一名自稱射箭教練的已婚男子 陳柏千 涉嫌性侵九歲高姓女子 並且將其勒幣肢解 甚至將重要部位製作成標本 其餘部位則丟棄在陽明山區 手段相當殘忍 2019年台北地方法院判處 陳柏千死刑 但是經過檢察官上訴之後呢 高等法院認為呢 陳柏千有教化的可能 一直改判無期徒刑 2022年最高法院認為沒有上訴的理由了 因此全案無期徒刑定驗 但這樣的判決 家屬接受嗎 我們在法庭上第一次見面就是 罵他是畜生連渣 校衛大陸都帶了什麼 他是演員畜生 你說抄活精什麼 這些能代表說他有什麼回憶嗎 隨便抄個活精幾百個字 算什麼 法院很可笑 他就是要找一個團體 能夠來迎合他的想法 就是要可以讓他有一個 判決可教化的理由 之前就已經委託過 警大的省下塔教授 委託過彰化基督教醫院的 一個是王鳳剛做到刑定 可是對他就是沒有有利的 所以他可教化的程度 是相當為低的 因為他只有一個三個評比 一個是0到40 40到60 60到100 他說這個評鑑只能送上中下 他給他評重 可是他當場在法庭上 他說他想給他靈魂 可是他說沒有一個靈魂的 所以他是像樣低的 也就是他不可教化 法官還是不踩心 你找警大這種鑑定團隊不夠公正嗎 你找彰化基督教醫院不夠公正嗎 為什麼 台灣司法行李協會 多少人幾個人聽過 這個團體有沒有外力介入 我找的外力就是 會死聯盟的成員 或是他有更接觸 而且之前法院更可笑 要找三個來鑑定 全部都是台灣會死聯盟的 有一位台北大學的教授 然後一個台灣大學的一個教授 要找這些人來做鑑定 在我們偉頭律師的極力反對之下 突然就找一個台灣司法行李協會 這個我們就不知道他找這個人 台灣道法院判決 高爸爸話語中 能是透露出滿滿氣氛與無奈 原本去年還想再繼續上訴 但卻遭到最高法院駁回 讓高爸爸對台灣的司法行為一人 如今五年過去了 失去的女兒不會再回來了 留給家人的 只有無盡的傷痛 如果說養人還在的話 你會最想跟他說什麼 真的對不起啊 沒有好好保護他 因為我們 結果他已經長大了 可以很自由地 享受他自己享受的事 可是好像 對他太有漏差了 家裡這件事情有什麼樣的改變 這樣的改變相當多啊 我們對這個政府跟社會 都沒有什麼信念感 有將近兩年的時間嘛 我們都幾乎很少餵吃了 封閉自己了 身心忌疲 有瘤傷止痛 我們對這個社會非常失望 有辦法移民的話 我們就移民了 何必一直要待在這種台灣社會 台灣社會現在都在保護壞人 好人要自求多福 你看你殺人也不會死 不會死刑 那你被殺了你就走了 有時候想一想說 死了就算了 就是對這個社會國家很灰心 不過令人欣慰的是 可能知道爸爸媽媽一直很擔心 也很自責 芽芽終於透過特別的方式回家 讓愛她的人能夠安心 夢了非常多次 有一次她很開心的回來了 我就起來了 你回來了 她有講話嗎 只有笑而已 沒有講話 跟她遺憾那一個晚上 我也突然驚醒了 我就感覺從來沒有這樣 心跳很急吃 我就想說怎麼 那時候沒有起來看幾點 應該三四點 第一時間就想到吃事了 然後你說夢見她回來 各種情況會好幾次 有一次突然回來在我床邊 我就跳起來 還沒來幾個集 講什麼話 我就跳起來 我們親家都有夢過 包括她的同學都有夢過 她 我們臨機她的同學 她夢過兩三次 夢過說她很冷 叫我們收一些醫護給她 兩次 有一次夢說她要她以前的照片 然後有一次夢見說 她把一些東西放在哪裡 叫我們收給她 我們都不知道她放哪裡 她竟然沒有辦法 跟我們講說在哪裡 跟她的同學講說在哪裡 我們去找她就知道 她有把一些 一些收集的一些卡片文件 收給她 那她會覺得說 她自己有點不甘心嗎 她一定相當不甘心 因為她給她同學 託夢給 有一個同學她在英國 託夢給她 叫我們要好好的過生活 罵這個年渣 出生 罵她年中出生這樣 叫我們把她葬在什麼地方這樣 可是 怎麼沒有辦法說 我們有時候會看一些宗教類的 怎麼沒有辦法請這些神明來 承拔這些惡連 到底 因為我們在這段時間 也勤索公廟這些宗教道場 我們有時候也想去尋求這些解答 可是好像聲明都多起來了 沒有辦法幫我們 聲張正義或延期